好 歡迎收看今晚動漫無雙的主持人 鏡花先生 鏡姐 今天是沒有兩個惡魔之下 說一些很青春的東西 沒有再提醒他們 終於有些順正結證的時間 所以你就見過他在玩VR 玩VR 有啞東西有結證的去哪裡 他不停在徘徊這個人生 是否需要重來的邊緣 我們不可以主持 即是我們現在進入這個舊回顧的時段 是不是講這個Re Zero呢 不是啊 我們說三套Re都會講 但是這次才講的一套 有三套Re嗎 Re Live, Re Seal, Re Write 你是不是忘記了Re Write 他忘記了Re Write Re Write算了 已經忘記了 不如叫Re Boots算了 Re Boots 這個是Re Live 它的原作是漫畫 但它的漫畫很有趣 它不是你看傳統那些紙的 即是港談社、集英社 它不是單行本那種 它是那些網上的東西 然後它的揭業系統又比較有趣 它不斷滑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調蠻 所以其實看得挺方便的 它的Page是一個的 一頁就可以滑下去了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傳彩 不過我想問它是不是一般傳統漫畫有分鏡的 不是一格一格的漫畫 它是一格一格的 但是它的分鏡不是在於一排長方形 分了幾格就算那種四格漫畫 它不是全部分一格一格 基本上沒有分一格一格 你覺得很像 即是普通漫畫的 你只可以回答你一件事就是它沒有跨業 哦原來是這樣 即是它不是比較傳統的漫畫 但也有少許調蠻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框框畫它想畫的東西 Comico 的人就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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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참 之後就有發展時放過幾個文件 就是独畫化了 它應該先輸滿了 Comico也有看過facebook 用光說賣廣告 Hit中很多人很想做東西 都是的 這些日本社會 經濟狀況失業率問題 便利店的問題 這主題應該是 unconscious pags 我 alltså説這個案子 不要只要說日本 你用 corn儀器是拍得 美國的荷里奧電影都會拍 我想這個是很普通一些已發展地區的部分人口必然面對的問題 我想最必然面對是那個男主角在職場遇到很悲慘的經歷的時候 真的會想從來的人生 那他有一件事說得對的 他自己有問題而已 就不是社會有問題 就是性格上 真的社會沒有民主嗎?我不覺得是這樣 應該是性格上和現實社會那種不幸 令到男主角會搞成這樣 我反而覺得他不是很馬上怪社會有問題 而是說人有問題先這件事很入本 整個事情 不是他這個人未必有問題 就是他會先怪自己 只是他那種普打不平的心情 放在其他社會或者其他公司上未必是搞到這麼嚴重的 只不過就是在小人公司裡面就會搞到這樣 Anyway 我們簡單講一下 其實這個組合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又不跟那些剛剛圓了大家可能在那裡燒輸斬輸的偽戀 或者其他黃道小小在Drum上有 或者其他類型的戀愛故事 也不像那些reway 他就是一對對的 又不是那些很像那些很想閃死你 近年那些少女慢 少女慢的感覺 有些少女慢的 就是他又不是一女多男那些 他是一坨坨的 就是現成A加B C加D E加F 固定了幾個東西 CP不可逆 都可以的 他OP又轉了 人跳舞 不可以脫離那個框框 但其實他那個 為什麼不可以脫離那個框框呢 因為他們那個背景設定 就鎖得很死的 譬如你很容易理解的 有兩個CP 即是男女主角 大家都是實驗體 大家都是老鼠籠裡面的老鼠 很明顯是 另外有兩個是老鼠籠外面的觀察人員 那兩個都是 另外有一個在學校裡面 自己真是普通人 那兩個也是 然後排球部那三個 就自成一角 那就算了 那之後可能有機會 那會被捉到哪一個突圍而出呢 所以就逆轉不了 那部分就會有一類兩男的競爭出現 所以你說CP逆不了就很簡單 你不要那個研究員和老鼠籠外 那沒有什麼關係的 唯一看了研究員想推老師出去 你試一下吧 你重點是 你試一下犯罪吧 你可以很簡單想一想 就是那些白老鼠經過這個 從來人生遊戲之後 發覺他醒覺了 他拯救了他的人生 對於給這個機會 他的研究員 產生這個愛慕也都不出奇 也都可以 所以你說奸泰應該會和夜明鳥有個愛慕 應該肯定是這樣 肯定是 這兩個人其實已經 肯定是 奸泰我找不到 奸泰就是男主角 海奇奸泰 人生就是被這個男配角拯救了 所以他們就是 回到動畫版 動畫版他就沒有做完原作的漫畫 當然 原你有一點點覺得奇怪的地方 就是說他用那個圓結位 反而不是在男女主角身上 覺得有個合理性 他只是想告訴你 我一定會拍下去的 不一定 會不會有意思 他講到好像會 最後才揭個爆點出來 雖然那個爆點大家都猜到 對 應該沒有人猜不到 第一期勢就是千學 去到尾才講出來 其實 甚至我覺得 那裡是 反而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因為 那個千學 其實在漫畫版上面 都比較詳盡去展示 為什麼 那時候 夜明鳥 他說到 在零一的實驗單 是失敗了 即是漫畫比較早期 已經說了為什麼失敗 都不是的 隨便說的 但是他的詳盡性肯定 比動畫版那個 那他動畫還沒做 我想動畫還沒說 對 所以不是帶到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那個感覺上 好像不太夠後 為什麼失敗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斷的位置 其實是很怪的 因為這套東西 他不和你過往的一些 這些男女CP也好 戀愛故事也好 他不是說 有一幫人 然後慢慢開始熟 慢慢開始熟 然後那些什麼夥伴 同伴 加好感動 很直線地上 再加一些什麼 他不是做這些事情的 他做些什麼很奇怪 就是說 OK了 男女主角 大家都是一塊飯 然後大家開始 去了三集 選擇這個 開始擴闊人際圈子 接著就已經 這個focus 這兩個人 就轉變了去 他們的人際圈子 其他人 除了他們兩個為主族 於是就講一下 那些什麼 打排球 混紅頭髮混金頭髮 講一下這些 比樹齡更加不記得名字 就是大神 他不是那種一般青春劇 就是一幫人 嘻嘻嘻嘻哭 就發覺 原來我喜歡他 或者原來那些事件發生 而是一開始很明確地告訴你 就是那個男生上來 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還是解決別人的問題 這是一個不停有很多事件 去逐個逐個解決的一個推進 因為他有一個很設定上的局限 你可以當是 因為其實 這兩個人可以 都應該OK 不行 OK有問題 OK有問題 即是同意思互的男主 其實沒什麼分別 那種 那是另一個人 他們在人際手腕上 心智上 或者性格上 是跟社會有不合的地方 有缺憾 或者可以說適應不到的地方 所以他要來一個 未去到那麼現實化的 未去到那麼社會環境下 還有一個微型社會下的 溫室度 學校的環境 再重新去學 簡單來說 都是斬掉重練 但是 如果他們本身是這樣 你不會吃了一顆藥之後 我性格都改了 你覺得那些雞精 還是神藥 不會的 那直接不用學校了 直接出社會已經OK了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海琦根本沒有問題 海琦正如你所說 人際手腕其實是強的 觀察力是強的 他又願意幫人 對 其實根本沒有問題 社會其實很吃香 他只是不幸運 他社會很吃香 我又不覺得 沒有很吃香 但是他的能力是很高的人 甚至我覺得問題到上 但他的社交能力 其實這個是出社會做事 社交能力強的話 他算是強 在你的仕途上是幫助很大的 所以 他頂不住氣 他唯一這件事做得不好 但是他本來跟我少少 既有他的Leader的想法 都不一樣 本來以為他應該有些很封閉自己 很怕對人 那種 但其實他不是 其實他只是一個不幸運 就是一個本來很優秀的 社交能力很高的人 變成了一個被困擾 做不到事的人 即是CV化了 相比之下 其實CV化了 相比之下 他沒有其他困難 所以其實 你問我 我進去看他relive了之後 就是幫忙解決其他人的問題 重點就是 他是靠男主角去解決 包括性體一號 女主角 以及其他人的問題 然後透過其他人的問題 去側寫女主角 應該是 其實他重新 最主要的一點 就是為何他那時候會做Leader 就是對自己的性格 去產生了他間接 使他死亡那段事件 產生了他有些 憂鬱 可能是 很搞正的 我是不是做錯了 自己 凱琦自己說是罪惡 我是不是做錯了 在那段事件上 如果是我採取了其他辦法 的應對設施 是不是會令到 那段事件有些很轉彎 其實帶出一些東西 他不夠自信 或者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海琪 其實那個人 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他需要 可能可以夠不夠自信 但我覺得更加說的是 你做的事其實是對的 你試一次再做一次 真的對的 然後繼續下去就可以了 他不是去大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是拿回自信 拿回自信 其實你relive看到這些事件也是 你看到這些事件 就是說他每一件事件 會給到 我這樣做真的對 他認可自己的能力 能力上 所以我不明白 夜明你一開始的匯報 其實他的能力 他不需要提高 就是他屈了機 在中學生活來說 他真的算是 觀察力很強 很會寫 但他有個問題 就是說他聞又不行 看又不行 九十幾年沒有做運動 做回來 是這樣的 但是這些成績出去的話 真的會死靜 證明了 你做一個27歲的人 那時候 是不需要17歲的學識 是不是一個很現實的理想 拋開所有的東西 很簡單 作為一個學生 你考完試就會拋下書 拋回知識 你看到那間黑心企業 都是不停拋數 和襯害的人就搞定了 這間黑心企業 不是唯一的社會企業 還有其他 那些人都比較核心 不可能出來社會浸得很久 他出來社會不太久 好像三個月 對於現實社會上那種殘酷 不公平 覺得有學生那種 你不公平 我要反抗你那種心態 我覺得他最慘的就是 你一腔熱血 有一個向不公義發聲 最後打到十八層地 無用無知地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悲哀的故事 這個模式上 但是你們覺得 好了 他這麼悲哀 他relive完之後 我當他relive完 其實會有什麼好過呢 最少其實他是 給了自己 經過幾件事件 可能給了自己一個自信心 如果真的 他完了這一年 他由17歲 返回到27歲 關於現實的殘酷社會 他會更加用心去想清楚 每一件事 究竟 他做了這件事之後 會有什麼後果 我相信他會花多些錢 我不同意 我完全不同意 我只是覺得他會解決了 一個打領胎癖 這個也可能 這個也可能 老實說一句 正如剛剛I AM 一開始說 其實這套relive 幫到男主角的事情 就是什麼 讓他去一個低一點 溫柔一點 溫室一點的地方 去再試一次 再試完 但是完了 那就出回社會 那怎麼辦呢 一樣可能 你想一下 野生動物 人工繁殖 一些炮出來 接著 就在森林 動物園裡面 掛幾塊肉 等你自己去學一下跑 你懂得跑夠 跑夠一年了 就放你出去 非洲的大草原 接著回收 一年之後 又見到屍體 但是是不是可以生存到另一件事情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至少在一部Live的故事裡面 看到就是 凱琪 好了 有這麼多之前發生過一些 可能我不夠成熟 我怕是衝動 她說一些說話 害死了人的事情 她之後 是有三思過的 但是她是不是做法改變到呢 我沒有看到她改變到的 其實都是覺得 我不是說一味的 就是說 我決定都是把我要想的想法 去幫朋友 我都要講出口 我都要多觀閒事 我覺得就是經過一些事件的時候 凱琪的心中想法 會不會說 有第二件的處理方法 就是沒有 你一見到有 我想多了 她在公司裡面 做過一件事情 最有壞的結果 其實她在學校裡面 做回同一件事情 只是這次因為學校 一個比較溫柔的地方 所以變成好的結果 所以你問我 其實我不覺得 是真的讓她整件事 有什麼學會了 一些事情 真的好像夜行者說 給她自信 當然 之後是否因為這樣 她可以在社會裡面再出版 再生成 成功一次 是一個沒有那麼溫柔 大家是要 貴錢而拼搏的地方 是否有這麼多互信的地方 沒有什麼互信的地方 是否做得到呢 這是一個品號 當然 當然 你不可以用一個學生交朋友的環境 還有你去一間公司裡 交同事打關係的概念 來同一個東西 完全不同 兩樣東西 所以我真的不覺得 其實Live的主題 有好處 你被二十三會荼毒 可能是 那不是荼不荼毒的問題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 你在一個班級裡 你會很根本 跟社會分別的問題 就是 你的班級裡只有兩個階級 就只有老師和學生 學生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階級 你不要計算那個銀領擺 不用給錢 去買餐廳食 那個班長Logo 隨此以外 大家是Fair 平等的 你去到那間公司裡 你有年資 你有職級 你有負責範疇 那有些事你是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做 或者你不應該說 不應該去做 還有學校不像 你辦公室一樣 就是你辦公室是 位置是有限 你要競爭 就是你需要 你踩低了一個人 你就可以上到一個位置 學校沒有這個競爭 就是那個位置 有的就是升大學 我想那個位置 很直接的 唯一叫似就是這些 所以其實整件事 就比較 你當小說 一段漫畫故事去看 就OK 不是應該是這樣的嗎 你想一下現實 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想啦 我想啦 對於這個人來講 對於一個所謂 失敗了27歲的人來講 他想重複 我想他真的要重複 那樣 事情可以讓他重新選擇 好了 上司那件事 他不幫他出頭 可能他就不會掉頸 那些事情 他要那種會是Zero 不是E種會是Live 那這個只有我 不存在的街道 都可以的 要回去修正 那那個CPU 最後會變成藍藍 這套你也說是 那最後CPU變成夜明了 為了一個社長 這個好像是Olanji那邊的故事 不過我反而覺得 都是那句 因為海奇 其實真的不是那個 人本身的溝通能力 社交手腕方面有什麼問題 所以更加少機會 亦都不會看到他有什麼問題 可能我還沒看到 因為故事還沒說 千學可能是這樣的 可能真的被他在學校裏面 訓練他 怎樣去跟別人交際 怎樣去行動的話 可能真的有幫助 我不知道 因為千學發生什麼事 他還沒說 他還沒說 他是那些笑又不懂笑 又不明白別人說什麼 但你會不會覺得千學 去到後面 你會發覺他是實驗體1號 但是你會發覺他是27歲 那種成達那種人 我覺得前段 他真的好像一個學生 他又不像是有什麼 透露出來 他有27歲的成熟 又不像 處事 那種不代表會做這些 對 那些那個年代 17歲已經很認識的人 那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海琪看到 就是說 例如那些人 我看到要關心 我就真的要關心 那這些是成熟感 不是 但是他是像是一個27歲的人 去做那樣東西 這個動畫的感覺 是給我的 但是如果你說千學 是身為一個27歲 有記憶那種 我不知道跟海琪那個 實驗體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情況 就是吃了那顆藥之後 那如果那個27歲 他做那些東西出來 是純粹一個學生的話 我覺得他那個感覺 沒有海琪那種感覺 比我這麼厲害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實驗我兩次 他真的有27歲的記憶 我不知道 但是你問我我認同 真的不覺得千學 很有27歲的成熟感 就是他的 說話的口吻 做事的方法就是 純粹一個學生 對 就是有些東西我不懂 我不懂笑 我就不懂笑 這樣 我不覺得他是不懂 看人情感的 他其實是懂的 例如他都去問海琪 其實那個熊獸法 那個女生 其實有些考驗差色的 他不是不懂 正如他後面說 其實他不想再理 但是他不知怎樣應對 或者他神經麻木的封閉 就不想再理解 到現在不懂 就是不再懂 就是麻木太久的關係 他不再懂怎麼做 已經忘記了那件事 是啊 我不知道27歲的時候 他是不是對這些有關係 但是你問他有沒有27歲 我覺得其實他們兩個人 有一個很奇怪 就是你當剛才你說 男主角海琪是 在社會上 不幸運 所以失敗了 但是女主角 就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社會上失敗了 還是什麼 我現在看動畫 我不覺 我不知道是什麼 他漫畫版有說 你要知道動畫版 一開始只是說那件事 就是說實驗體1號 那份報告 每天都是沒有東西寫的 他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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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2號寫的時候 其實都是說 前期應該都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問題是 那條1號是長期都沒有分別的 2號前期已經很有分別了 已經說他 已經說他 他的評語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思考 還有進步 這個是每一件事情之後 很快已經開始 他第一兩天已經開始 問題就是 尿明就是 女主角是沒有觸發點的 即是他不會觸發事件 那就沒有事件被他解決了 他只不過是不斷按 P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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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了Save and 他就說reload 這個漫畫版有講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第二期 我就不劇透 動畫版這個位置 其實他最後才跟你說 OK了 他是實驗體1號 所以我就覺得說得不多 那個位置 但是如果你前面說得多 你就要早些跟你說 如果他決定最後才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處理手法 又不算太有問題 我覺得遲到釣你引 之後沒有其他用途 這個年代是誰釣到你引 其實他的復笔 都明顯地告訴你 他是一號 例如叫夜明了是叫阿廖 那樣的名字 其實已經很明顯的復笔 其實你猜到 基本上 他給我感覺到最後 想調整你看下一期的故事 終於說回後面的故事了 但是其實前面的劇情就不特別了 如果他是前面的劇情 你身為一個海琪的目光去看的話 如果你是日代那個位置 如果他是在27歲 有些行為透露出來 他可能有些行為是很成熟的 不像一個學生去做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相信那個轉折位 沒有那麼突出 即到他爆出來 原來他是實現體一號 其實他真實的年齡不是學生 不是17歲的 可能都是27、28歲的成年人 那個轉折位就不會那麼突出 因為你爆出來那個位 你會回想他之前做的什麼 他是一個28歲的心態去做的事情 其實都很強行去爆出來 看看煙花就爆出來 等於我問剛才爺人姐 你在哪一刻看到一個男主角 他是27歲呢 我們可能會吸煙喝酒 但是我想 反過來 一個女生的話 你怎樣可以分到一個女生 可能成熟一點 大年紀一點 她不是學生呢 我只想到一件事 做暫時的高跟鞋 覺得算是一種 但是你很難叫一個穿上校服上學的 穿上校服上學的 你很難做一種 externally 他一些別的東西 是分到這個人是不是 在學校這個框架下面 我覺得會比女生 女生比較難做一點 因為你去到 我們想女生成熟的形象就是 海綺男主角那時候的前輩 那些明顯是成熟女生的形象 或者是會打扮 會化妝這些 我猜 比較外面一點 但如果你是從性格 言行入手 一定是那種感覺 但一做就知道 那些很明顯 但問題是女主角的局限點 她是不能在一個外老的性格 和言語上表達到 所以你只能從她一些外觀上的東西 但外觀上的東西 在學校的框架下 是不能表達出來的 然後她也缺乏她穿師服服 這件事 除了浴衣的雜誌之外 也沒有 其實她穿一次師服 不過師服沒有特別 那個師服就算 她好像說到 身為一個27歲28歲的成年人 好像浴衣又沒穿過 制典好像又沒參加過 開開修修 就好像奇怪怪 但我反而很好奇 其實中間是 她第一次做零一十元體的時候 發生過的事情 其實跟零二沒有關係 因為她 I mean 當海琦一開始在教員室 見到千學的時候 千學其實都已經跟她告白了 就是我其實想交朋友 好想交朋友 很有主動性 我看到這裡 所以很奇怪 其實為什麼一開始會發生這麼多事 零一十元體的時候 她明明這麼高主動性 是想交朋友 為什麼一件事情沒有發生 純粹可能是 那個男主角一頭蹤了過來 她最接近的人 可能這個 給她產生一個錯誤 就是這個機會 會不會是一個機會 給我交到朋友呢 那種感覺 可能是衝動 但我覺得 不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夜明了 她那時候自己過度去 接觸對象 甚至其實也有一段劇情 就是當《零一十元體》的時候的千學 就是她第一次做實驗的時候 都打到電話 想問她一些關於 都問很多事情 問夜明了的事情 其實應該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因為那件事都很影響 夜明了 會影響夜明了 會影響夜明了 以及影響這個千學 而且千學應該都是 即場發生的事情 要不是要再找工作 要她 就是27歲 夜明了道歉的時候 就說幫她推介不到工作 嗯 還有我 有些懷疑 其實是真的 reset 了記憶 如果不是應該很難 但又不像 動畫最後那一集 就是講 兩個人聊天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 就是她有 她有獨立的記憶 她應該知道 但她好像那一刻 浮起了一些 她以前的記憶 然後她突然說 一聲的感覺 她也有這樣的感覺 即是她那一刻 跟海琪聊天的時候 其實她有個感覺 就是說 她會回想到 有個fresh bag 不是 我一年後 我就要回歸我27歲的身份 但是她不知道 海琪是這個實驗體的靈異 但是她回歸了之後 就是等於一個27歲的 喜歡一個17歲的 她下去 以及有記憶 會洗掉她 那種結果 所以其實是沒有結果的 之後那個狗血的劇情 就是說 其實我很喜歡她 但是她17歲 說27歲 其實我也很喜歡她 說她27歲 紅溝 會犯罪 我說紅溝 她始終都是介意這件事 所以她才跟海琪說很多 就是說 有些當下的感覺 你應該要說出來 那種感覺 那種 不是啊 27、17都比那些 所謂的椰酸戀 那些 60對20 其實27、27是這個年頭 好奇 37對27 大家是OK 27對17 感覺比較奇怪 都是10歲 如果你計算 數字距離來說 都是10歲 當然這個後話 可能那個影響 就是27歲和17歲的年齡差距 但是為什麼你會覺得 比37歲和27歲的遠呢 就是因為你會用一個 學生妹的角度 不是啊 一個%的角度 譬如說 那裡相生10個年紀 不少啊 10歲的年紀 兩個都是相生10歲的年紀 但是你要用一個基礎 就是說 我17歲 相生10歲的年紀 和這個27歲 相生10歲的年紀 是差很遠的 因為你27歲 37歲 屬於社會人士的範疇 這個社會人士的範疇 你就從20多歲到50多歲 你退休之前 都在這個範疇裡面 所以你的年紀 吃JK和這個社會人士 是有分別的 有分別 因為社會人士比較多 JK比較少 JK一過了 就會變成社會人士 就是這些 這些不是有嗎 最初沒有的 吃日本的 對啦 你應該說 JK是有保質期 開始向這個危險 說是進發的 現在不是 我們不是說完 開始說危險的 我記得閉前說過很多事情 是 哈哈哈哈 先說多一點 如果你問我 我作為一個 已經在做事的人 在做活動 的感想就是 你有沒有懷念 這個校園的生活 唯一的感想就是 學校是一個 很溫柔的地方 其實他基本上 所有事情的解決方法 就是 我大聲說出 我真實的話 所有事情就解決了 大家都 大聲說出 心底話 其實他也是一個套路 我心底話說的 我講出來 對方就會接受 我講出來就會接受 一定的 跟以權交参一樣 大家會理解 但是 他這個學校真的很溫柔 大家根本就是 互相愛著對方 其實只要我講 大家就接受 大家就接受 最大的問題 經常都是 我們為什麼考慮 我們考慮很多的可能性 就是說 如果那件事情 我真的說出來了 大聲說出來了 但是對方不接受 怎麼辦 我曾經反省過 我曾經反省過 是不是我作為一個 我作為一個出來做事的人 是不是已經沒有了那個初心 沒有了那個惡人的心 沒有了 其實不是 因為純粹一個學校 大家沒有利益關係 所以才會這麼自由 嘩 所以一切都是校園好 大人 我們這些不能靠靠的人 就是一個悲哀人心 就繼續過著一個 所以我們無雙的良心 開始已經犯客了 已經被社會摧殘了 沒有完全的 還有一點 對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 剛剛I am的感覺 是一個在彼岸 跟你揮手的人 我正在此岸那邊 游泳去彼岸 過來啦 你那個彼岸不是什麼 你那個是地獄的彼岸 是彼岸花的 地獄那邊 坐著萬婆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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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惘他們的手 過來啦 愛爹 劍花過來 你遲早都會承諾我們的人 過來 如果是三桃河 應該怎麼辦 我看這個relive也是那種感覺 就是你很幸運 可以回去學校 人生哪有這麼幸運 人生哪有從來 沒有啊 人生哪有Take Two 既然大家都這麼喜歡 說人生沒有Take Two 我想問兩位 大家覺得 如果他們一年之後 他們的故事會變成怎樣 我們就量心說 你想聽這個喜劇結局還是悲劇結局 你可以講完 你講完 你講完 當然有機會發現 因為他們兩個都知道自己的實現體 他只知道自己的實現體 他不知對方的實現體 開始懷疑 其實對方是否都是實現體 我覺得 阿凱琦有機會懷疑 因為有兩個觀察員 他再實在想 就發覺奇怪 為什麼有兩個觀察員 但他慢慢好像有說這些 不是 但我反而覺得 如果是真的這件事被人發現 我會覺得千號會發現 為什麼 我覺得他比較聰明 我覺得凱琦很鈍 凱琦不鈍 鈍那個是心法英俊 他在一些很重要事件上很鈍 但我意思是 如果他們發現 就發覺 原來他不是17歲 那就不用狗血了 因為他們兩個 我們約定好了 當我們變成對大人後 我們有一直相愛我 相愛我 這樣就戲劇結局 下面寫字 開了一些鎖匙 你問一下 或者好像偽戀 給他一件信物 我們回到27歲的時候 我們就憑著半邊的 給信物的話 我們就找回百家 斬手指的分鐘 這個就是happy end 也可以happy end 對 那些黑社會的信物 不是啊 這個金貴那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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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情一點點 有些可能淡淡然 哀愁的感覺 就是兩個其實都是 曾經擁有的戀愛 對 可能最後也有事愛 也有傷害 但也明白到 愛情也只有消失記憶 不是啊 你要知道17歲 可能一年的限期就到了 大家表白了對方的心意 對方不知道對方實現體的情況下 對方的心意 然後回去的時候 就變成物路人了 對啦 因為他會忘記記憶 動畫式的表達會有些光 在光點裡飛來飛去 光玉 之後就變成秒速5厘米的故事 你不一定是秒速5厘米的 可以是兩個人 在天橋上走過 一個已經穿西裝打工的男性 一個在打工的女性 好像在某個廣告那樣 你記得我們海琪有關節痛 然後他就說 雖然我們兩個天國一方 但可言記得我們有關節痛 那就相遇了 那就完 故事就完 拍廣告 對啦 其實會Live的就是 一個WeLive 都可以出一個 無失高 已經曾經擁有過這些 有個約報 對啦 17歲曾經的最缺口時間 對 揚者呢 你有沒有一些邪惡的解讀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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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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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當然啦 這樣啦 那你迫我說Bad End 就要 Bad End Bad End 你說吧 有多黑呢 可以多黑呢 青春劇也是多黑呢 運用你編劇的能力 這樣啦 就是啦 你想一下 如果這兩個人 他吃了一粒藥 就忘記了一些東西 其實他們應該是記得一些東西 不過不要緊啦 對方不記得他啦 大家是變成普通一個 你見到他 他未必認到你 還有應該就不認得 認不得對方 沒有見過27歲的樣子 所以大家就不認得啦 那問題就來了 我們見到 凱琪哥哥 即是男主角 在社會的能力上 基本上是沒有改進的話 問題是 其實他的CV卡是繼續爛的 哈哈 那三個月的錯 你要知道 那三個月的錯 其實是沒有解決過的 其實是的 你想一下他這年 跟他去什麼 我去到working holiday 沒有分別 但他去working holiday 是不能去洗底 不是他回來的時候 就會有衝動 有熱血 所以他繼續都會是 不是 是夜明 介紹一份工作給他 他進去做 誰不知 他那時候以為 我在relife的時候 學識了學校裡面 有什麼話就說 再多次 又被人趕出公司 然後又回到便利店 又回到便利店 拿最低工資 重複重複重複 重複重複 類會地獄 然後他又會做最低工資 我還沒完 沒有 然後帶問題來 因為這個實驗派已經失敗過了 就不會有另一個夜明料來找他 於是他會在高硬的情況下 繼續在那裡煎熬 然後有一天 還有上過了這個 曾經開心過的校園事故 應該是更加煎熬的 就是崩潰了 然後開始崩潰了 然後就會踏上那些 好像台灣的斬人事件 那些 就會上了他的 東新幹線令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就拿刀斬人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操展開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很恰巧地斬人 就斬中了女主角 好可愛 千學其實是沒事的 成功地找回工作 通勤時間被人斬 OL 然後一斬下去 然後一會兒就爆血了 然後爆血就想起那個煙花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 那些血花和煙花的樣子 都是曾經燒小過 喔 然後看到那些血花 就曾經想起 她有一年時間 這個17歲 有個看不到樣子的女孩 是啊 然後她的樣子 在血蒙底下 就開始浮現出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當年那個千學 當年那個千學 然後 她已經回答不到 她是 然後千學就把手摸 一抖著她的手 摸了海琪的頭 是啊 我終於找到你了 海琪 不是這樣嗎 為什麼你要殺我 哈哈 去妻尾一點 我想要妻尾一點 我去妻尾方向 結果這個結局就是 女主角死了 然後男主角終身監禁 好可怕 這個計劃應該難產 應該不會有後續 這些實驗體 然後就會導致夜明鳥 和小野鳥失業 又產生了 不是喔 因為故事告訴你 Velive 是可以令到你更加萬劫不復 甚至 你們有個很根本的錯 就是什麼呢 只要答案之外 告訴你 在關東支部是不行 我們可以在關西裡再試過 既然關東已經失敗了 關西其實應該沒有分別 不知道的 你試一下 這個好像Kitsuna 但如果故事是像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Velive是完全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生命無敵 Velive可能更慘 Velive harm your life 不可一不可再 不可一不可再 就是說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這個 有推銷員去推銷 你生命想不想重來一次 記得拿出你的電話 夠夠夠 聽完I am 解誠解讀之後 我覺得 這套人好看 都是做社畜算 社畜都不用想事 至少不用砍人 最少知道都不用用腦 社畜很安全 最多我不太刻心了 我不會說 那些給我好的同事 去打小報告 社畜就是 一切都是遵照你上司 給你的命令去做 作為一個社會的理念 就不用用腦 不用用腦才會叫社畜 如果用腦的話 你就不是社畜 我覺得其實也是這樣的故事 你想想 那兩個在墳墓看到後背 什麼墳墓 不是 在凱琪掃完墓才看到那兩個後背 其實心想 凱琪就是一個英雄 不過很慘 都是無職的 只不過是 其實這方面都是很現實 不是 都是那句 他的犧牲改變了世界 但世界不要記住他的犧牲 他犧牲有沒有改變世界 只有一個疑問 也有的 至少救了兩個 可能準備沉淪的新人 不是 那兩個新人 繼續在公司做社畜 沒有分別的 之後我發覺 我決定去踢走所有老鬼 也不是的 你會看到 後面的動畫 尾二那一集 他的性格都還在 好像衝刺脫 去幫這個JK 其實他沒有三個月 可能是 可能是 不是 他應該是另一條世界 才會被叛叉直樹式 那些被害死過 那些前途 害死我 十虛鳳環給你 十虛鳳環 那些感覺 那些黑心企業 但有多少個叛叉直樹呢 這個世界 人生都是沒有relive 所以沒事的 為什麼那套戲這麼Hit 還有為什麼這套戲這麼有人氣 都是同一個原因 因為黑心企業很多 我覺得其實主要是這裡 認真的 你作為一個 有班的工人 都會不免你覺得 看著劇情 雖然你覺得是 太狗血了 是有些狗血 還有一些理所當然 但都不停感嘆一句 學校青春真的很好 珍惜你的學校生活 我們是聽眾 如果你還是學生 如果你還是學生的話 你留意一下附近 你會不會有關注你的同學 如果同學值得關注 珍惜你的時間 會不會有些像27歲的同學 大聲講出 心底話 然後被狠狠地舉出 這些都是青春 你要明白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是relive的學員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對方 每個人都愛惜對方 那不如試試 rewrite 不如試試re zero好不好 re zero好像比re live 笑了 好啦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